大家好 我是KPNG海外义务发展中心 越南区主持会计师吴俊元 以下将为您重点了看 越南的人文自然环境 基础建设还有你所需要知道的 投资与租税相关法令 好 首先是自然与人环境的部分 那我们看到这张投影片 这边有一个越南与地理人文的 一个基本资料的一个介绍 那我所要强调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它的面积 越南的面积我们跟台湾相比 大概是台湾的九倍大 所以以投资的角度来说 它具有一个相当的一个腹地 第二个是 它的人口其实已经接近1亿人 所以以制造业的 劳动力的需求来说 越南其实是在东西的国家里面 相对来讲 劳动力还是算是 比较充足的一个国家 它的首都是在北方的河内 但是经济的发展中心 目前事实上还是在 南方的胡志明市 它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它是一个南北辖场的一个国家 我们坐飞机从河内飞到胡志明市 这个他们的黄金航线 它的单程的时间 大概接近两个小时 那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 它其实这个南北的浮原 其实是相当的 相当的一个 有相当的距离 那因此呢 也会造成一个很重要的人文环境 就是说它其实 越南人呢 在南方跟北方 它其实就会产生了一个地域上的一个差别 甚至包括语言的一个方言的一个腔调 还有包括说一个人民的生活习惯啊等等的 所以说各位台商如果想要到越南投资的话 其实这个南北差异的状况 一定可以会感同身受 它的GDP最近呢 其实都是一个在成长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主要的进出国国家 那出口对象最大的 其实还是在美国的一个部分 那因为它跟这个中国接壤 在北越的部分 所以其实它有蛮多来自大量的中国的一个进口 然后在越南这个原物料加工以后 利用越南的劳动力 再加工去进行出口 那这也是目前越南一个创造外汇的一个主要方式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主要的外资来源呢 其实就是日本啊南韩啊 然后像中国大陆香港还有台湾等等 那其实台湾会是最早进越南的一个外资的国家 所以其实私底下来看呢 我觉得越南人民对台湾其实算是一个 算是友善的一个态度 那在政治体制上面呢 它也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一个国家 所以这也会体现到它在后续我们 稍待会介绍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上面 其实都带着很浓厚的这个 共产主义的一个计划经济的一个色彩 好 那接下来我在简单介绍一个基础建设的部分 首先先讲到这个陆运跟空运的一个部分 其实在陆运来看 他们其实现在有一些的这个路往的一个规划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会重视是它的一个高速公路的一个路程 那其实目前它是实际上都还在持续的建设当中 那目前高速公路集中在北越的河内的周遭 还有南越的胡志明市也有一段 那相对来说 以路上运输来说 其实还有一些发展的一个空间 那这边再提到空运的部分 越南有几家的航空公司 那最主要的机场呢 就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两个最大的都市 河内跟胡志明市都有这个国际机场 那中越的一个縣港 它也有一个国际机场 那其实除了这几个之外呢 越南因为它是一个南北辖场 所以其实它在这个空运来讲 对它来讲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往来的工具 重点是还有这些机场的相关的一个物流中心 那这个目前也是在河内的内排 还有这个胡志明市的一个新三一国际机场 那其实我接触台上的一个经验 其实除了入空运以外 大家会更重视的是一个海港的一个概况 就是说这个我们货运的一个出海口 到底运输的方便与否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片 它可以分成大概是五大区块 那这是越南的一个计划经济的一个计划 那可以看到目前最大的一个这个量能 其实还是在南方这个胡志明市 所谓的这个西贡港 还有这个头顿这个港口群的一个组合 里面它目前还是最大的一个一个运输量 那但是呢 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关系 目前在北越的部分 那它利用这个海防 海防这个区块的一个国际的一个 这个港口的利用呢 也是很多台商特别看好 或者是说它选择以这个北方作为它的一个生产基地的一个主要的考量之一 因为海防也是一个和这个北方省份一个重要的一个出海口 那在中越的部分包括我们的河境啊 还有像县港啊 这些其实都有 也有都相关的一个海港的一个一个规划 好那这个是以上关于这个基础建设的一些基本的说明 工业区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台商他有兴趣想要到越南投资的时候 他都会问我们说 现在越南好像就是这工业区是不足的 已经是饱和的状态 那实际上的状况其实是越南它 还是有很多可以再开发的一个土地 只是说短期上面看起来需求强烈 所以好像工业区会有不足 那其实各个地区它的工业区都会持续的开发 那像我们这边的工业区 全越南其实是到2021年已经有380一个 一个工业区的那还会持续的在开发 那我们也看到说北部 然后还有就是红河平原 然后中越沿海 西原东南部还有这个湄公河三角洲等等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未来的一个规划来看的话 在红河平原呢 还有这个东南部 它会是在开发更多的一个工业区的一个面积出来 那其实这也就是 红河平原也就是现在 我们所谓的这个电子业聚集的一个 也就是往这个地区去移动 那东南部也就是胡志明周遭呢 那就是传统的一个经济重心的一个部分 那很多台商最近也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越南发现有这个突然有这个缺电的现象 那这个其实也跟因为是北部它的用电呢 是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水力发电的一个相关 那最近刚好这个气候有点变迁 所以这个水库有缺水的现象 那总而言之呢 我觉得越南政府它对于越南的基础建设 它是有持续的一直在推进 不管是在空运啊或者是这个运输的部分 或者是工业区的部分 就我个人去参访像北越各省的一个经验呢 其实他们都一直在陆续的包括规划 高速公路啊各个海港还有工业区的部分 也都会持续的一直在在推出 那接下来我会重点来说明 如果说各位到越南投资的一个相关的投资 还有租税的一个法令 如果我们到越南投资 其实比较广义的一个投资形态 可能我们可以区分为 由左至右是代表处或者是分公司 或者是我们是设立子公司的形式 那先说明分公司其实对外资来说 设分公司并不是一个经常采取的一个措施 最主要因为只有特定行业才能这样子去设立 比较常见的还是可能是代表处 或者是子公司的方式 那代表处跟子公司的区别的方式 区别在于说如果你是设代表处的话 它其实是不能直接进行营运的 它等于说是一个投资考察的一个据点 那如果你是设子公司的话 它才能够直接在越南进行 这个营运的一个事业的一个活动 所以说如果台商 如果你只是投资考察 还没有正式的要在越南开始营运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用代表处的方式 但是呢如果你已经是确定 就是要在越南设立一个你的生产据点 或者是你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据点的话 我个人会建议那我们就是采用直接设立子公司的一个方式 比较适法 那子公司的它的营运模式 其实在越南的公司形态 大概有主要有三种 那合伙公司这个是一个很少见的 那我们就这边就不特别介绍 比较常见的就是责任有限公司或者是股份公司 那其实这个两个公司形态呢 责任有限公司它的特色是在于说 它的股东人数比较少 所以说像我们台商去投资的话呢 如果你是单一成员 就是说你是百分之百全由台湾的母公司 这个百分之百的转投资的话 那这个情况下我会建议比较适合去 用这个责任有限公司的方式来去进行 因为在越南如果你是适合股份公司的话呢 它的股东人数通常会比较多 那也是如果说是有这个规划 未来要在越南当地进行上市规的话 其实是必须要用股份有限股份公司来设计 那我们如果是台商 包括你是用台湾的公司直接去转投资的情况下 那其实这个形式是用这个责任有限公司来去设立 会比较适合 好那这边简介说明一下 如果我们到越南投资 它一个基本的一个投资的程序的一个流程 其实在越南外资设立公司 它是有两张执照 一张执照叫做这个IRC 另外一张叫ERC 那IRC我们一般就称为它叫做投资执照 那ERC有点类似像企业的营业执照的概念 那IRC呢 是这个我们整个越南 新进入越南投资的一个重点 因为刚刚提到 越南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所以在我们在申请这IRC的过程中 它还是带着一个计划经济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在IRC的这个申请的相关的附送的一个文件里面 必须要去说明说我们到越南投资 是要从事什么样的一个投资的计划 那它的内容可能会包括说你要到哪里去投资 所以这个投资预计的地点 还有说你预计投入的一个资本额 还有说包括说你这个投资方是谁 那它的代表人是谁 还有说你预计什么时候在越南开始正式的营运 这些资料呢 其实都会是在这个投资指导里面去说明 当然最重要的你一定要去说明清楚说 你到越南是要做什么 比如说你是要生产什么东西 那你的年产量大概是多少 这样子的一个申请的一个内容 那这个可能会造成台上的一些 在实际上我们在实务上会遇到一些 看到一些状况 就是说它的实际的运作的方式呢 可能会跟这个投资计划 投资的预案的内容可能没有办法完全一致 比如说它实际生产的时间 那这些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呢 其实它后续就会产生一些租税上 或者是它这个财务运作上的一些困扰 所以我会建议说各位 如果说要到越南投资的时候呢 那这个一开始这个IRC的这个设立的 它相关的这个文件呢 其实大家就必须要好好的 仔细的去检视了 好 那法令规定其实是收到这些有效的文件以后呢 政府会在15天内去进行核准 或者是说去否决嘛 那实际上我们的经验 其实这个时间其实可能会要再拉长一点 一方面是我们在需要准备的文件呢 可能需要做一些修正啊等等的 这一块我的理解是说 越南为了这个招商引资 其实像比如说在北方各省 它其实核准单位 也就是说这个计划投资部计划投资厅 它其实都会在持续的加速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我也有听到其实它这个时间真的已经说得很短了 但是可能还是要看实物上的一个运作的状况 刚才提到了嘛 如果说我们是到越南投资 你先要有一个这个投资计划嘛 所以投资计划里面已经要有一个地址 所以变成说其实我们到越南的第一步 如果是以生产事业来看的话 第一步通常就是去考察 我要去看土地 那刚才看到了越南有全国有很多个工业区 我个人经验啦 他们台上就会到处的去看土地 你看土地的过程 那个因为越南的工业区呢 其实都是有一个开发公司 所以你变成是跟开发公司去取得这个土地使用权 会跟他签一个MOU 你要签到这个备忘录 才有办法往下做这个公司设立登记的一个程序嘛 因为刚才提到了 你在公司设立的这个申请文件里面 必须要跟他说 你要在哪里设厂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比较直接的取得土地的一个方式 那当然在取得土地的过程中 不同的开发公司 他提供的服务内容啊 包括他的土地的价格 还有说他的一个服务内容 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啦 那还有我们可能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说 有些开发公司 他对于这个进入的产业 他是有一些偏好 或者是他是有一些限制的 那我们比较 我过去比较常听到的 像是可能有一些是 略具污染性的一个产业的时候 那很多工业区他是 他就是会挽拒你的加入 那但相对的有些工业区呢 他就是比较可以去接受 你可能需要从事一些的这个产业是 略具污染性这样子一个状况 好 那另外在投资执照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跟必须要在这里跟大家说明 就是计划资本跟注册资本的一个观念 那我们在申请RC的过程中 他我们递交文件里面他会因为你有说要做多少产能 需要要在哪里设长 那这个情况下 他也会说那你需要多少的资本 多少的金额 那这个是叫做计划资本的概念 也就是说你这个project需要多少的一个资本额 那这个资本额呢 其中属于股东出资的又是多少 这个叫做注册资本额 所以在越南的这个投资计划里面有这两个 很不同的观念 那必须要提醒大家的是说 其实他并没有规定什么产业 你到越南投资计划资本额必须要多少 注册资本额必须要多少 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大部分产业是没有啦 有少部分产业有最低这个资本额的要求 但是大部分产业并没有 但是他会去看说你的财务上是不是可行 来去做你的这个IRC的一个核准 那所以计划资本额是可以大于注册资本额的 那中间的差额的部分呢 我们是可以透过债务的 跟就是举借外债的部分 比如说你可以透过跟母公司借款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来去补充你的资金 那我们外资企业到越南投资的话 这个资本额之间的一个操作 透过股东注资或者是说我们透过借款的方式 那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后续的这个现金的一个管理 也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好 那越南我们知道它是有一个外汇管制的一个作业 那以外资投资来说 我们如果是直接到越南的投资的话 它会每个公司都必须要设立一个所谓的低卡账户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资本额的部分呢 它就必须要透过这个低卡的账户的方式来汇到越南 那注册资本额 刚才提到注册资本额呢 原则上就是要在90天内去fulfill这个投资 那这个很重要的是说 我们90天内如果没有 没有及时到位的话 就会影响到后续的可能包括一些租税上的优惠啊 包括我们申请营业税的退税啊等等 所以这个的法令上的遵循其实是很重要的 好相对来说 很多人到越南投资会 会说外汇管制 所以我们到越南赚了钱会不会汇不出来 那其实越南的盈余汇出呢 并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的困难啦 就说你如果在当地该缴的税都缴了 那财务报表上面也有可供分配的盈余 那在跟这个税局报备之后呢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其实就一样可以透过我们刚刚的那个D卡 这个资本金账户就可以汇出 那很值得注意的是说 我们在越南做盈余汇出 如果你是对法人股东 也就是比如说是台湾的母公司汇出来的话 他是不需要再经过扣缴的 这个跟中国大陆的状况可能是有点差 有点区分的 这边特别说明 好 接下来说明一些税法相关 那大家到越南投资很多企业都很关心 那我到越南到底可以享受 什么样的一个租税优惠 其实最常见的 你到工业区里面 除非是这个社会发展良好的地区 也就是说是可能是在比较市区的工业区 那一般的大部分的工业区呢 你都可以享受到两年免税 四年减半的 这个所谓的公司所得税的一个减免的 这样子的一个优惠 那这个是最常见的一般性的 那如果说我们有符合一些特定的条件 包括如果你到他社会经济特别困难的一个地区 或者是你投资的产业 是越南政府鼓励的 那这样的情况下 你是可以享受到四免九减半 就四年免税 然后九年的减半 然后是这个十五年十% 因为越南目前的这个公司所得税的 标准税率是20% 所以他可以享受这个优惠的一个税率 各位台商朋友 如果你到越南投资的话 你如果在跟工业区的一个接洽的过程中 先可以先确认 他到底是不是有这两免四减半 那第二个呢 就是在可以再研究一下你生产的这个产业呢 是不是符合更好的一个四免九减半 然后这个十五年十% 这样子的一个减免的一个条件 好 刚刚是所得税的部分 那越南也有这个所谓的加值 增值税 那其实就跟台湾的加值实营业税 是操作上是类似 不过他们的税率呢 标准税率是10% 那目前呢 他有一个从7月1号开始 今年有一个优惠税率是打八折 是8% 那跟台湾的5%是有点区分 那但是因为是这个增值实营业税嘛 所以他一样有这个所谓的外销领税率 然后他会 相对的就会有这个退税 外销退税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模式 其实他在这个税法上 这一块的基本概念 其实跟台湾 其实算是类似的一个概念 那因为是类似的概念嘛 那我们知道台湾就有所谓的免税 就像好像台湾的早期的这个加工出口区 所以越南其实他们也有 应该是学到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他有一种叫做出口加工企业 我们英文把它叫做EP1 他就是说你可以申请 那这个加工出口企业呢 他本身就是一个免税区 就是境内关外这样子的概念 你可以申请 如果说我们到越南是 基本上就是要做全出口 就是到越南加工完全部 原则上不会做越南的内销 全部都要出口的话 你可以在公司设立的时候 就去申请 我就是要做这个EP1 那这样子的话你就 本身你就不用去 去做这个增值税的一个申报的一个作业嘛 好但是呢 EP1呢就会需要 受到一个海关的一个监管 那这个海关的监管的过程呢 他会包括说你这个 企业呢需要有这个围墙啊 需要有一些露营的 这样子一个部分 那这个EP的操作其实 最近在台商呢 很多台商他一开始到越南 设立的时候呢 他就会一直问我们的相关的 一个部分 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说 如果我们的企业的经营 他原则上就是以出口外销导向的话 那其实申请EP1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啦 好 接下来我再说明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税种 那这个税种可能 在台湾台商来讲是比较不熟悉的一个税种 因为这个税在台湾的税法里面 并不是特别的强调 在越南是比较重视这块税 叫做外国承包商税 叫做FCT 那这个税种呢 其实它的概念是说 如果我们的外国组织或者是在外国的个人 我们在越南当地 因为你没有设立法人尸体 但是你有一个营业的一个状况 你有在那边执行业务啊 执行劳务 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是必须要在越南当地缴纳这个FCT税的 那它区分不同的税种 还有不同的情况下 它有不同的一个税率 那这个税的重要性是在于说 其实早期台商可能对于这个FCT税呢 并没有很深刻的认识 所以会变成说 他到越南已经投资了好几年 他才发现说他必须要去 去克这个税 那实际上本来应该是外国企业 或外国人在越南的执行业务 才能才需要克这个税嘛 但实际上的状况是 那实际上 那这些外国企业 他可能执行业务完以后 他就离境了 所以越南政府是 实务上他没有办法直接去找到这个真正的 这个克税主体 所以他会就会找而 找 等于说是找越南当地的买售人 因为你本来是要负责带扣脚这样子的一个义务 那会变成转而是让越南当地的买售人 就是越南当地的台商企业来去承担这样子一个税服 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说我们有时候会操作 一个境外的供应商在越南境内做住了一个保税仓库 然后把这个存货呢存放在保税仓库里面 那这个物权呢就还是属于这个境外供应商的嘛 那这个保税仓库当然就是我们在生意上呢就是可以及时供货 让这个电子业来领货这样子的方式嘛 那这样子的操作呢其实会变成说这个境外供应商呢 因为他被越南税就会认为说 那你在越南境内你有储存货物 所以你在越南境内有执行营运的行为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这个境外供应商应该要去课征这个1% 那这1%就是以这个相关这个货物的金额 发票的金额的1%来去课征 那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税法观念 其实会造成很多 台商朋友在越南经营的一个额外的成本 那1%其实对于一些毛利率相对于比较低的情况下来讲 那这1%其实会 其实对整个business就造成蛮大的一个伤害 好那再另外一块是说 如果说我们是附带劳务的进口设备或货物的话 那它的规定是说你必须要 去缴纳5%的企业所的税 还有5%的这个所谓的增值税 那这个情况下会运用到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越南当地投资 那新进投资的话 我们会去购买机器设备 那因为越南并没有产制太多的这个高端的这个机器设备嘛 所以这个都会从国外进口 那我们台商朋友呢 从国外进口这些机器设备的时候呢 都会加一些附带的服务嘛 比如说包括说你要来帮我训练 你要来教我怎么操作 你要来帮我安装 这样子的一个附带性的服务 那会请外国技师啊等等的来去做 那这个其实原本是 针对我们买方来说呢 是一个保障嘛 那但是呢 后来就发现说 这样子的情况下 结果这个设备供应商呢 其实他是应该要缴纳FCT税的一个情形 那设备买来都买了 越南这个税局过了两三年再来查账 然后把这个合约拿出来看 那这个机器设备价值多少 劳务价值多少 其实是应该有个区分嘛 我们是针对劳务的部分呢 要去克征这个5%加5% 总共10%的FCT税嘛 那往往这些设备的采购合约 他不会特别去区分这劳务的金额 那这种情况下 反而会是照他的税法规定的话 就是要用合约的总金额来去克 2%加3% 那这个税负呢 其实来讲 其实是相对蛮重的 那我其实就看到很多台商 他在购买机设备过了两三年以后呢 被越南税局来去 来克征这个税 其实是蛮滑不来的一个状况啦 好 那以上是我初步 对越南人文自然环境的投资的概况的作业 还有法令做一个说明 那以下我有几个建议事项 如果是给各位如果要新进投资越南的人 第一个就是其实我发现现在到越南投资 很多台商其实都是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个考量啦 那所以说可能还是 第一点还是要先看说 我们公司的营运上面受到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 到底有多大 越南是不是确切的一个适合的一个地方 那第二个就是说 相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呢 越南其实是整个东南亚地区 我个人认为是文化最接近台湾的一个习惯的一个地方了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差异 语言上的会造成的一个隔阂 还有刚才提到的南越跟北越的这个风俗习惯有很明显的不同 所以说我们台商到越南投资的话 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这样子的因素 必须要列入我们投资的评估当中 那还有一块就是这个法令遵循的成本 我们刚才有介绍了一些越南的投资的一些相关的法令嘛 那其实会听到一些台商朋友 有时候会觉得说 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多要非常小心 甚至他们会觉得这是不是一些有点像是陷阱的东西 那我会认为说我们必须要有明确的一个认知说 越南的法令是规定在哪里 那因为到别人的这个国家去做投资 法令遵循是很重要的 那越南的法遵的成本 其实是有需要企业投入一定的一个资源 然后还有一块 我们一开始有看到现在越南的外资呢 日本 韩国 中国大陆 还有包括台湾 所以在台商到越南投资呢 其实你可能会面临到的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高强度的一个企业竞争 大家可能不要以为说到越南投资我们是一个先进国家到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感觉 那实际上可能会跟你想象的有点不同 那所以在这几个因素之下我会很建议说我们台湾的母公司这边呢 其实需要引进适当的一个资源 在针对这相关的种种的一些评估 那包括投入适当的一个金钱跟人力 然后有必要的时候呢 也应该引进一些外部的资源来去做好我们整个越南投资的一个 让这个我们越南投资能够成功能够顺利 大家可以赚钱 好 那以上是我对布局越南的一个关键指引 谢谢各位的收看 谢谢您关注海外布局关键指引系列影片 若需要更多投资布局的资讯或进一步面对面交流 欢迎扫描QR Code 将有专人为您安排咨询服务 我们期待与您一同立足台湾 访言亚洲 欢迎订阅KBMG台湾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掌握最新消息